大家好,北京时间昨天的12点10分 中国九泉航天发射中心完成了中国天兴运载火箭第10次的飞行实验 这是今年的首次飞行,也是天兴火箭的第10次飞行 天兴公司也发布了一份声明 声明中表示,天兴运载火箭正在开发中 旨在创造未来的高超音速飞机用于乘客和有效载荷的移动运输 以及测试创新的航空航天技术 该公司称,航天运输计划于19年至2022年进行验证发射 期间将测试未来全球高超音速飞行的关键技术 19年,厦门大学与航天运输公司进行两次联合验证飞行 以天兴为基础,研制由9米长的圆形航天器进行发射 最高时速达到了4300公里 最高的飞行高度是26.2公里 2020年该公司也宣布为一系列中国新的改进型天兴2号测试发动机 该型发动机将在高速机动飞行时更具有动力性 能够携带更有多样化的有效载荷 同时建造火箭成本将低于目前的型号 基于天兴1号和天兴2号的亚轨道太空旅游原型航天飞机 计划于2023年完成首次飞行 并计划于2025年完成全功能航天器的首次飞行 天兴飞船定于2028年进行首飞 开发人员表示执行全面任务所需的技术 在2030年之前将进行全领域测试 现在来看中国2030年以后将进行这种高超音速的 高超音速叫乘用型的乘用的太空穿梭飞行 非常科幻 大家未来从地球的一点到另一点可以乘坐什么 不用乘坐飞机了 可以乘坐这种高超音速飞行器了 国内媒体很少报道 这是昨天发射第十次验证 天兴运来火箭是由中国航天运输公司打造的高超音速航天飞机 它的第一轮募资实际上募集了4630万美元 它的全名叫北京凌空天行科技有限公司 目前已经完成了第三轮融资 总融资达到3亿美元 这些资金将用于开发亚轨道和高超音速飞行器 该公司也制定了10年可重复飞行器的路线图 2022年进行各种大规模的技术验证飞行 并计划2023年首飞亚轨道太空旅游飞行器原型 2025年进行首次载人飞行 2028年进行全球高超音速飞行器首次飞行 全面的全球高超音速飞行将于2030年进行 迄今为止太空运输公司最引人注目的是 2019年4月对命名为加更一号的3700公斤的技术 演示飞行器进行这种验证飞行 测试是与厦门大学合作进行的 我后面会把这个测试的视频给大家播放一下 那么航天运输公司自称是中国唯一一家 从事商业的高超音速飞行产品开发 和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 声称高超音速飞行技术是21世纪航天技术的新制高点 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CASC 它也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 也是中国主要的航天承包商 自2020年9月以来 已经进行了两次与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相关的测试 而姐妹公司中国航天科工也在开发航天飞机 名字叫腾云 这个我之前介绍过 那这个零空公司它的投资者主要就是中国的一些国有资本 也包括上海国盛集团的一些投资 包括iSpace新发射橱创公司 东方航天 航管卫星公司 长光卫星 还有Land Space 这些都是一些科技创投公司 那么新的一轮投资也加入了一些国有资本 包括刚才讲的中国航天 航天科工 那这个高超音速太空旅行 我觉得将改变未来人类的出行方式 这个地球上点到点 那就是按小时计算了 甚至在一小时之内可以到达全球任何一个点 那未来呢 你在地球上任何一个点生活 你在地球上任何一个点生活 实际上地球对你来说就是一小时的经济圈 一小时的生活圈 这个对人类改变太大了 我后面你把这个相关试验测试视频 给大家播放一下 不是这次的视频 这次视频中国是没有公布的 没有曝光的 连报道都很少 我因为对 所以我说啊 未来人类的生活方式啊 你可以想象将是一种什么形态 2030年以后 这种形态 我觉得会改变整个人类的经济结构 包括社交 包括人的思维 包括人 经济发展的模式都会改变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之前呢 通过过去几百年那种非常传统的 那种生活圈子 因为交通工具嘛 你的生活圈子被限制限定在一个范围内 那未来的生活方式就会改变了 你不需要限定在一个圈子内 你在地球上任何一点 实际上整个地球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小时 整个地球将会越来越联合 那你在延伸未来会有很多新的行业出现 会有很多新的投资点 会有很多新的职业 是吧 新的理念 新的概念 那么现在这一批人 看似首富的这批人 很可能就被淘汰掉 新的时代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